2018年10月15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期,务虚年人虚月更成日,特级生肖,猴,书,鸡,刺激生肖,马,蛇,羊,近日带衰,牛,兔,狗,西神方位,西北方,财神方位,正东方,一,祭祀,解除,沐浴,即,月破日,大事不宜,幸运数字,六,九幸福颜色, 灰色,白色,蓝色,一身猴,笔尖主事,三合即兴入命,属猴人运势上扬的一天,精神饱满,积极上进,对自己的工作仅仅有求,目标凝确,能快速高质量完成任务,另外身边会有喜事发生,心情愉悦,快乐不断,事业运势,事业工作运上多有好的机缘,尤其是有合作谋士的良好信息和机会, 旺好好掌握,财运运势,财运较为旺盛,进行理财等活动,会有不错的助力,感情运势,与愿人相处融洽,心情愉悦,健康运势,健康运良好,适合食用带有咸味的食物,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旺财方位,此日利于朝北方出行,南方不宜, 网运宝贝,水晶,网运颜色,蓝色,生肖贵然,鼠,二姿鼠,正宴主事,三合集心入命,数数人神清气爽的一天,精力充沛,责任心强,有机会接手新任务,你不仅会顺利,高效率完成,而且还会因此得到意外奖金,另外好运不断,外出活动还会遇到许多好事, 待在家里只会坐视聊机,事业运势,今日对于经商日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好日子,很容易能达成目标,需好好利用 财运运势,财运偏望有利于进行合作,投资,求财知识,皆可获得不错的收益 感情运势,感情上遇到好的机会,需要鼓起勇气实现自身想法,不要感谢忧,健康运势,健康运良好,适合食用带有辣味的食物,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此日立月朝西方出行,东方不宜,望运宝败,金,望运颜色,白色,生肖贵然,猴,三有鸡,劫财主事,路河急心入命,属鸡人心态良好 工作激情影响着身边的同事,带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也因此获得领导的表扬,继而,令你更有干净,心情开朗,脸上多了许多笑容,使人际关系上升,得到的助力自然也少不了 事业运势,事业工作开展顺利,多有好的提升信息铃声,并能得到领导,朋友的赏识与支持,注意搞好周边人脉即可 财运运势,财运上上需机缘,需要耐心等待,才能够获得好的收获 感情运势,感情方面今天会有额外的助力,单身者需要抓住机会哟 健康运势,健康上比较平顺,适合食用带有辣味的食物,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此预利于长北方出行,西方不宜,旺运宝贝,水晶,旺运颜色,蓝色,生肖贵然,猪,四无麻 正才主事,数码人财运大号的一天,会有许多金钱方面的好消息到来,头脑灵活,还会有不少赚钱好点子 入账风后,工作进展顺利,与同事配合默契,任务完成的相当完美 求职者也有机会找到心仪的工作 事业运势,事业上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多多少少还是有所成就 财运运势,财运凭顺,空闲时不如多阅读,一些有理财方面的书籍,会有不错的生活 感情运势,今天心情十分愉快,不如和令人一起出去游玩,有助于加深感情 健康运势,健康运良好,适合食用甜品,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此距离于朝东方出行,北方不宜 旺运宝贝,玉石,旺运颜色,蜜色,生肖贵人,羊,五四舌,天才主事,天喜桃花入命 蜀蛇人今天事业顺线如意,无比顺畅,而且天才旺旺,不管哪方面都能有惊喜之才到来,好好把握 事业运势,工作事业上堪称顺线如意,预想了目标的获得好的结果,堪称完美 财运运势,钱财方面比较安静,理财似乎还是一段时间进行积累 感情运势,有时候喜欢对方并不一定要粘在一起,适当的保持距离,反而更容易发现彼此的优点 健康运势,健康运良好,适合食用带有酸味的食物,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此距离于朝西方出行,东北方不宜 旺运宝贝,马脑,旺运颜色,红色,生肖贵人,马,六位羊,山观主事 属羊人今天平安如意,工作进展顺利,就算遇到困难也会有同事帮忙,顺利度过 情绪稳定,能好好享受生活 如果再加强人际关系,那么可以为你,带来更多好运和财富 事业运势,事业工作应与手为主,调整心态,踏实做事 财运运势,财运上色平顺,注意手财 感情运势,口舌之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长期的不满与愤恨 需要多进行沟通,适当的弥补过错,加喝才能晚食行优 健康运势,需要注意脾胃和肚腹方面的健康维护 适合使用清淡的汤类食物,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此举利于朝东方出行,北方不宜 旺运宝贝,水晶,旺运颜色,白色,生肖桂然,猪,七银湖,七山主事 熟湖人今天进展比较顺利,不会有不顺感,表现可圈可点 以往的付出还能有不错的收获,心情愉悦,另外抽时间和朋友聚会吧 封禁感情的同时,也可收获更多快乐 事业运势,事业上发展极为顺利,会有好的收获,且机缘多多 商业方面会有很好的机会,但需注意身边的小人 财运运势,今天是幸福的一天,投资医就获得了好的回报 比较确逸 感情运势,欲恋人购物是不要忽略对方的暗示 有时候一件小礼物能够解决大问题 健康运势,健康运营水,适合食用带有咸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采方位,此日利于朝东方发展,西方不宜 望运宝贝,玉石,望运颜色,蜜色,生肖贵人,马,八开猪 偏印主事,红乱桃花入命,属猪人事业发展平稳 一切有条不文的进行着,心情变得开朗 爱情愿不错,赤表白的好日子 男生者可要抓紧鸡鱼,有伴侣正容易挨鸡毛蒜皮 的小事而争吵不休 彼此要多些包容 爱情是两个人的功课 婚姻需好双方维系 事业运势 工作上接连出现错误 让人怀疑是否是具体环节出现了问题 建议摆正心他 积极工作 财运运势 财运一般 虽然竞争激烈了很多 但回报也比较丰厚 感情运势 支持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让你拥有了无穷的动力 健康运势 健康运平顺 适合食用该有辣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 此欲利于朝西方出行 东南方不宜 旺运宝贝 石木 旺运颜色 青色 生肖贵然 虎 九成龙 食神主事 称称自行 属龙人容易冲动的一天 对新分派的任务感到不满 容易和领导同事发生冲突 在大家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而且还容易把自己的情绪 发现到家人身上 如若心中苦闷 不妨进行体力运动吧 会让你压抑的心情得到很好发现 事业运势 事业工作运势比较有利 多有好的机缘 但运势不可冲动 应慎重分析 以免出现错误判断而导致损耗 则得不潮湿 财运运势 理财需慎重 避免损耗过重而陷入危局 感情运势 感情善因已和违规 避免争吵 健康运势 需要注意肠胃方面的健康维护 适合食用清淡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 利于潮汐帮出行 东方不宜 望运宝贝 水晶 望运颜色 蓝色 生肖贵然 蜀 蜀 蜀丑牛 瞻观主事 蜀臣香破 蜀牛人今天做事固执己见 一意孤行 给身边同事和家人带来许多麻烦 其实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强求 谦虚低调会让你更加顺利 另外可以佩戴些提升运势的小食品 以助于随望好运气 事业运势 事业上有很多计划没有完成 沟通上也还存在一些小问题 需要加强 财运运势 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而延误原有的计划 感情运势 过分的强调自身意见 会收到令人的反感和误解 如何产生悲奇 不妨离开这个话题 健康运势 健康运平稳 适合食用带有苦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采方位 此日利于朝东南方出行 西北方不移 旺运宝贝 买老 旺运颜色 蜜色 生肖贵人 蛇 十一毛兔 正关注是 但还刷新入命 数兔人今天做事比较慢 效率低下 整体进度有拖延的情况 而且还有小人从中设可 困难增多 另外有错误或假消息传到你耳边 不要轻易相信 保持以往的精明头脑 否则会有损财适宜 事业运势 事业工作上有所隐患 一定要控制好自身情绪 稳妥味上 财运运势 财运较为平顺 但也有运势颇财的风险 注意手财 感情运势 感情上注意力建分歧 运势多多沟通 健康运势 需要注意肝脏 方面的健康维护 适合食用带有酸味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采方位 此日朝东北方出行 西方不宜 望运宝贝 水晶 望运颜色 蓝色 生肖桂蓝 猪 十二虚狗 食生主事 半虫刷新入命 属狗人今天运势低迷 无形的压力让你感到十分压抑 各方面也容易受情绪影响而出一般状况 建议你凡事谨慎而行 金钱问题较多 特别容易违迁烦恼 想要守住钱财 却又贫图享乐 总有入不敷出的感觉 事业运势 事业工作多存在不稳定因素 应注意调整心态 冷静处事 财运运势 财运受足 注意手财 感情运势 感情上注意意见分歧 运势多沟通 健康运势 需要注意脾位方面的维护 适合食用菌类及一些清淡的食物 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健康运势 旺财方位 此具利于朝东方出行 西方不宜 旺运宝贝 马脑 旺运颜色 红色 生肖贵人 马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